新店保桥路55巷因为划设机车停车阁 有民众向新北市议员陈宇军反映巷弄狭窄机车阁的设置 让人车通行困难 日前便邀请了新店区公所、新北市交通局 以及新安里里长黄建福进行现场会刊 发现部分机车停靠过于突出 可能导致汽车行驶不易 另外有部分住户的盆栽摆放 也形成了用路人的障碍 住户在旁边的这些直栽的花盆 尽量能够不要摆出来 让我们行人在跟车子在会车的时候 它有足够的空间会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就是目前的机车阁来讲 已经划成45度角了 那我们也拜托我们的机车的这些机车组 在停车的时候车头尽量能够靠边 我们的车屁股不要露出来 第三点我们就是能够拜托我们这边 行驶到这边的车辆尽量我们里让行人 根据了解由于当地停车需求大 因此才会在55项化设了机车停车阁 同时已经规划此项弄为单行道 因此在各方考量与评估下 将会维持机车阁的化设 并请里长再进行相关的劝导 同时也请汽车驾驶人在行经相弄时 务必要放慢速度里让行人 期盼能够兼顾停车需求和道路安全 记者陈晓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